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巧克力的好好吃哦 看里面还有巧克力豆 哈喽 这里是你们的可可鸭 我现在是在和声会 有小伙伴私信我说 和声会开了一家东北面包房 然后我就看到了面包成堆的网图 那这好像是看图都不过瘾呢 今天我们就去实地考察一下 现在闽华冰室一个人排队的都没有了 哦 看到了 还没有完全堆成衫 但是看着也挺壮观的 哦 冰面包 你觉得哪个味儿最好吃 我个人喜欢巧克力口味 芋泥的也可以 那你拿一个巧克力的 你可以尝尝草莓的 草莓的也好吃吗 就是草莓的 听你的 谢谢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把它们给解决掉 这是直播的吗 没有做个视频 你就是给他来做宣传的 没有没有 我自己买了测评的 哈喽 我现在在B2找了一个攀桌 又带上我的小板凳 刚刚有阿姨问我是不是给别人做宣传 没有的 我全自费 这个时候真的想说一句真交费 这两个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本来没想买铜锣烧 因为我个人觉得铜锣烧应该是现做的更好吃一点 先来试它 我是买了一个抹茶的 然后一个玉米的 不是吧 阿姨 又是红豆 它的抹茶是好吃的 但是外面那个皮 跟刚做出来的同时要差远了 同时要刚做出来的话 它是那种韧啾啾 软糊糊的 但这个外面是有一点韧掉的 发干 不过抹茶味还挺浓的 有一点微微的发苦 相比一下这个香太爽了 来试一下另一个 这是芋泥的 这个内香是不是有一点少的可怜 看里面这儿是有加的那个芋泥脆菠菠的 但这个皮实在是有一点 鸡蛋的香味还挺浓的 但是口感不太好 好干啊 来试一下冰面包 我买了小姐姐推赞两口 一个巧克力的 一个草莓的 这个面包好像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像是那种老式面包 这个内香好好吃 它还有那个草莓的籽 这种很清新的味道 这种老式面包体现在不违和 我闻到羊肉串的香呢 在小吃街区里面吃一顿面包大餐是什么题 它的馅儿看起来没有很多 但因为面包体很软 所以就显得它的馅儿很多 好吃的 但是这个 哇 这个看起来比那个大 真的比那个大 还比那个陈 哇塞 大家去买的时候记得颠一下 那个陈的一定馅儿多 这个巧克力的好好吃 它里面还有巧克力豆 好好吃啊 巧克力是那种带一点微苦的 不会特别甜腻 你好 对 这个好吃 冰面包好吃 巧克力的最好吃 不会 不会 但是这个不好吃 我为什么不特想 吃了 还有哪个推荐 我还没有吃 其他的还没有吃 这个很好吃 好 好呀 好呀 那来试一下我们的枝枝陶陶甲和爆脏 和爆浆脏脏甲 这边尝一个 谢谢 谢谢 还可以 这里面是我加的那个 桃子的 那是什么呢 那不像是果肉 这也像罐头果肉 不是新鲜的果肉 但是蛋糕体是比较软肤的那种 奶油吃起来没什么存在感 我来试一下这个 哦 这是什么 我可以用手吗 可以 可以 谢谢 太棒了 吃的甜口的 有咸口的来揪 谢谢 好吃的 你看这个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质艺 我觉得这个很赖 来 先给你一个 这个也要好吃的 会有点偏苦 我觉得它比那个冰面包还好吃 来试一下面包类 这个是我想买的 这个是小姐姐推荐的 这个还挺沉的 上面是椰蓉 你要不要掰一块 这里面是加了酱的 真的 但我只吃了面包鸡现在 这就是老式那个小时候的面包 不太直 这一个十六块钱 我看它上面还蛮好吃的 脆脆的 我看它上面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它上面还蛮好吃的 好有凉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一起出来吃 小姐姐去楼上观摩一下了 我们先把最后一个面包试吧 我的天哪 这是带马蜀的 上面那个是什么 这一坨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不是马蜀 下面的才是 这个是有点软欧包的那种感觉 它现在的马蜀其实没有特别的黏 整体吃下去是那种糯唧唧的口感 这个苗虾这个好吗 那最后来试一下店家赠送的月饼 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 但是送都送了是吧 这是什么 银沙蔓月梅 哇 它这个皮好软哦 我觉得这不是月饼 这又是绿豆饼好吗 绿豆饼点缀的蔓月梅 不是绿豆饼是白银豆 今天这一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要记得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哦 下期我们来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这是那个月饼 要不要吃这个 这个还挺好吃的 你吃多少拜多少 剩下的我大包